那另外有听众朋友们是用留言的方式留给我们的 我们来听一下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 留言的问题是什么 有什么方法我们可以找一个专家一并来做解答的 我们来听一下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的留言 嗨你们好 各位主持人好 我姓王 三年前我去带狗去诊所里给狗打针 在它比较窄的走廊里边 转弯的地方满地是水 它刚刚做的卫生 转角处还有障碍物 加上它没有地下湿滑的警示牌 使我滑倒了 当时造成了骨折 膝盖骨折 当时拨打了911救护车送我去医院急救中心 确诊骨折 后来又请律师索赔 但是至今没有结果 对方只同意赔两万股 所以没有结案 请问律师我该怎么办 谢谢你们 这位听众的留言 这个对方因为华教授伤了赔他两万五 但他不愿意接受 所以像这种没有办法塞头的案件 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我们邓宏律师书所的邓宏 邓律师 哈喽邓律师你好 你好你好 当然这类案子的话 就是属于人体伤害的处理的 人体伤害的理赔方式的话 往往是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的话是责任归属 是谁对谁错 错了多严重 加州的话有一个所谓的comparative fall 就算自己有点不注意 但是的话80% 90%是因为这个诊所 它里边的话没有擦干净 没有给出警告牌 以后这些的话 它责任的话应该是在这个诊所里边去的 当然诊所有这个责任 当然最后一个的话是它的赔偿是怎么计算的话 赔偿的话它一般的话是经济损失 就是那个精神损失 经济损失的话就往往就看你这个看病是看多少钱了 好像你看了大概去因为骨折起来的话 你作为emergency再出来要康复要做料理这部分的话 有可能医药费了1万块钱或者是2万块钱 甚至5万块钱 这个部分里边的话就是它的这个经济损失的话 是可以看得到的可以算得出来的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精神痛苦赔偿 你好像晚上睡觉睡不着了吃止痛药了 或者是因为你的工作里边 因为你没办法工作了 还有这些东西的话 这些就是属于精神痛苦赔偿的 经济损失的话物工费啊医疗费啊这个部分 往往的话保管公司赔的话 它是按照你的医疗费乘以2乘以3 看你的受伤程度怎么样 就是算成精神痛苦赔偿 好像你的医疗费1万块钱 基本上的话 律师可能会帮你争取到2倍3倍的精神痛苦赔偿 就4万5万块钱 但是它医疗费的话 没有去看医生 它基本上只有500块钱的话 那保险公司都很高兴啊 你打配音团里边去500块钱的话 你不可能要的太高了 这个部分精神痛苦赔偿的话 就乘以3倍乘以5倍的话 也不过13000块钱嘛 所以很多时候很重要一点嘛 就是说要知道保险公司的游戏是怎么玩的 所以当年的话就是这个案子已经拖了3年 一般的情况之下的话 这个案子在两年之内 人体伤害的理赔的话 要告到法院里边去 所以一旦只错过了这个两年的追溯期 你没有在两年之前的话告进去 这种情况之下 保险公司可以不陪你 这种情况之下就是你的律师带领你的 你没有在两年之内告保险公司 导致的话你没办法理赔 你就可以告律师这个mal practice 没有按照职业操守里面去做 所以很多时候的话这个理赔的东西怎么算呢 保险公司怎么玩的话 最好的方法的话大家我没办法在节目里边 两分钟时间给大家解释 看看保险公司怎么玩什么游戏 你这是什么样子可以保护自己的权益 这方面我觉得遇到人体伤害的部分的话 一定要这个是可以找一些专业的律师 咨询一下之以后看看的话 这个多了解一下之 怎么样子才能够保护自己的权益 太好了谢谢我们邓宏邓律师谢谢